尊敬的全國人大代表,很榮幸在這個關鍵時刻能夠向大家致詞。 今天,我們聚集在此,共同回顧我們的成就,面對挑戰,並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繁榮未來制定道路。 自從我們肩負起領導這個偉大國家的責任以來,我們不懈努力推進社會各方面的進步。 我們的經濟在全球波動中依然保持穩定增長的榜樣。 我們加強了國際間的合作,推動雙方互利共贏,並以堅定的外交立場捍衛我們的利益。 在國內,我們不斷促進建設更公平公正的社會。 我們的反腐行動展示了我們對透明和責任的承諾。 通過改革健全了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體系,顯著改善了數以百萬計公民的生活質量。 然而,我們也清楚地知道,仍面臨著重大挑戰。 在某些領域,不平等現象依然存在,環境保護依然是迫在微節的重要議題。 我們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堅定不移,將繼續實施大膽政策,為後代保護自然資源。 在國際舞台上,我們堅持多邊主義和全球合作的立場。 中國致力於建設更公平、更公正的世界,讓所有國家在和諧中共同繁榮。 我們將繼續在我們的地區以及全球推動和平與穩定,通過對話和協商解決各種衝突。 這次全國人大代表大會是評估我們進步並重新確認對中國人民的承諾的機會。 我們將認真聆聽你的關切和期望,並採取果斷措施以滿足你的需求。 最後,我相信,團結一致,堅定不移,我們將克服所有挑戰。 共同建設一個繁榮,包容和可持續發展的中國,為後代開創美好未來。 謝謝大家!